闪光的乐队继续高能 第六轮闪光公演 张碧晨无莫愁 欢快合唱日不落 好听又养眼 极客军艺笋思发言 戳中笑点 肖敬腾吃醋了 172人组加上张碧晨 王林凯和唐汉潇 全新组合堪称神仙配置 无限可能性莫名让人很期待 不过梁龙其名字多少有点草率 跟节目同名可还行 重名乐队组内气氛太欢乐了 全员逐渐龙一化 轻松又和谐 丝毫没有比赛的紧张感 难怪他们的舞台 能够治愈所有的阴谋 梁龙又过了一把导演影 巧妙地融入了海盗船的创意 不愧是脑洞鬼才 张碧晨水手造星 美出新高度 小鬼却嫌弃吐槽 你不是海盗 而是美人鱼 唐汉潇太有才华了 全新编曲有了不一样的灵魂 歌曲意境浪漫又自由 五位音乐人追逐着太阳 史相传说中的日不落 汉潇出品 必属精品 得汉潇者得天下 难怪暴赛 屡战屡胜 不服不行 吴墨潇终于正常唱歌了 高级音色 感染力满分 舞台表现力绝了 张碧晨又唱又跳 无压力驾驭任何曲风 两位大vocal 神仙何尝日不落 其舞部分 很忧女团范 好听又养眼 张碧晨 吴墨潇彻底玩嗨了 现场的观众 不由自主 全程嘴角上扬 高规格舞台 欢乐满分 足以让人忘记烦恼 置于阴谋 有趣的是 梁龙开散 画风突变 大西洋海盗 直接穿越到东北 小鬼王林凯 差点笑场可还行 不过 没有穿裙子的龙衣 多少有点保守 总感觉少了点味道 结尾部分 崇明乐队全员 同频打鼓 创意满分 充满力量感的古典 瞬间把气氛 推到了顶点 日不落海域 有音乐 有舞蹈 还有欢声笑语 甜心摇滚兔被拆散 歌迷肯定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看完崇明乐队的舞台 很多歌迷却发现 打散了 其实更好玩 肖敬腾最可爱 内心OS全部写在了脸上 肖敬腾老父亲点评 看到前队伍又唱又跳 玩得那么嗨 也许我不能营造这样的舞台气氛 他们想玩就去玩 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吧 极客军与笋丝发言 我嗅到了醋味 老肖吃醋了 很明显 肖敬腾内心肯定舍不得 但是暂时散火 利益大于弊 事实证明 甜心摇滚兔才是最大的赢家 肖敬腾 张碧晨 王林凯都战胜了踢馆乐队 根据比赛的规则 获胜乐队保留积分 甜心摇滚兔下半场 大概率拥有选择权 或许决赛舞台 甜心兔又可以如愿合体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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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